本节目由90玩具 Porto Store 赞足播出 有玩PTCGL的线名 可以到Porto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的答案是微量发生 原本末尾的单卡 突然水涨船高好多内收 究竟是什么原因都会在这个单元里面说明 随着黑夜漫游者发送后 虽然世界赛前夕近期海内外 没有较大赛事 但却有副牌组的环境战争率逐渐相生 也就是今天要来介绍的雷吉多拉哥VSTAR 那么在进入整体之前 还没对的帮忙来订阅下吧 会议局至开启了 若想提前知道大浪巴山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会议先的文章 雷吉多拉哥VSTAR HP280 龙属性V进化宝可梦 招式龙巫霜 凉潮一伙可以使用 选择自己气白去龙宝可梦 只有的一个招式 作为这个招式使用 VSTAR特性古旧猩猩 选气白去任意选择最多两张卡 在给对手看过后交手牌 雷吉多拉哥VSTAR的招式 是选择气白去龙宝可梦的招式来用 以往用阿尔舟斯VSTAR 或是菜种的活力甜能 如今有了全新的构筑 1.变换假面 一次登场的两张强力宝可梦 二鬼碰壁槽面具EX 跟多龙巴尔托EX 藉由二鬼碰壁槽面具EX 甜能给至身后 使用能量转移给雷吉多拉哥 相比阿尔舟斯VSTAR 能更快且稳定做出 必要时还能用壁槽面具EX 将喷火龙EX昏厥 多龙巴尔托EX 则是有着200的伤害及60的扑伤 面对大多数牌处都能打出不错的效果 其重要性 让训练家大多投入到两张 来增加绿道气排序的机会 二黑夜漫游者 最新登场的这弹 同样有着决定性的宝可梦 强化累积多拉哥VSTAR 也就是球雷姆跟双斧战龙 如果说变换假面 垫地的新玩法的基础 那黑夜漫游者就是真的强化扩充包 球雷姆一次能对三只宝可梦造成110的伤害 配合多龙巴尔托EX的招式 让对方难以掌控我们的进攻节奏 也必须要进化的EX 多加一只马纳飞 对上放逐排行更是能直接下场来输出 双斧战龙看似能力还好 但其直接昏厥的招式效果 在面对古旧能量跟力比能量时 也可避免触罚他们的效果 在洛奇亚VSTAR强势的环境中将其反打 3.思维激荡 雷吉多拉格V跟VSTAR收入在思维激荡 是个较早发售的弹词 时间点刚好做过天地万物VSTAR的复刻 雷吉多拉格V有RR、SR、E图 跟PR的版本相对多 雷吉多拉格VSTAR则只有RRR跟HR的版本 且这段的V跟VSTAR需要分开从扩充包抽 这让VSTAR在市面上流通的数量相对少了许多 好的 今天的介绍 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你是否也看好雷吉多拉格VSTAR呢 多欢迎留言与大家讨论 喜欢朋友的话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继续后 影片结束 拜